现在银滩附近的这些农村都拆迁了 马上就搬上楼了 这家已经拆了 曾经是精致农家美丽庭院示范户 现在看已经人去防空了 这家以前还种的西红柿还有瓜 外面这些缸 小善家曾经多么辉煌的一个小村子 看现在这么好的房子也拆了 福在人在幸福中家居黄金地 的确是黄金地 咱看后面 可不吗 就是咱们的苍龙山 这也是拆得干干净净的了 该拿的拿走了 不拿的也就只能留下了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看一看吧 这么多碗 他们也不要了 看哦 成片成片的老宅 被拆除了 到处都是石块 石条 哦 那这个飞墟上呢 我看见一个老哥 你好 你干嘛来了 这是 你好 哎 这是你家的老房 这是你家的老房 对啊 哦 这是你猜浅这样子 是你 你不在这地方工作吧 我不在这地方工作 你是已经到外地工作了 我经常回村 不经常回村 不经常回村 你们村子搬 有父母亲已经搬到楼上去了 搬楼上去了 所以你这是眷恋自己的故土 在这地方生活过多少年呀 四十多年吧 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多年 哎呀真是 一看这个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所以说我看你依依不舍的蹲那个地方 特别留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长大的 对对对对 哎呀想当年这个村多红火啊 叫善家村 现在 你说的话是不是感情 哈哈哈 哎呃 你看那车身的 心里酸溜溜的 心里酸溜溜的 是是是 但是 这么点好啊 是不是都搬上楼去了 搬上楼了 是 也是好 也是 怎么说呢 人家心情是各种复杂的 楼上可能有有有有什么暖气啊 有水有电啊 各方面 楼上办的那个生活方便些 方便些 但是对于咱农家来说的话 他习习惯于这种院子 没有院子的生活 没法种 你看你家那个种的还有什么瓜 也没有收获就就离开了 哈哈哈哈 没有 家里老人还有谁啊 真是 老母亲 老母亲 就老母亲一个 对对对 半楼上去了 这当时你家的房子有多大呀 就是几间的 五间 五间房子 像五间房它的政策 政策是给分多少房子呢 它按照折散面积算的 折散面积 最后分了一个95.5平方的 哦 还有还剩的一部分面积 你那折钱吧 折钱 折点钱啊 嗯 未来这个地方也不知道怎么规划的 不知道 你看前面 你们村的这个西面这边已经是建设 好像建设一个特大超市是不是 有些高层吧 有些高层是住宅 这个地方好像是 你这边是超市 是超市对 是市场吧 对 但你们小区 你们家这个地方位置特别好 你看前面是两个山中间 嗯 这边是大学 是吧 外市翻译学院 外市翻译学院 未来这个地方肯定要是这个推平以后 恐怕将来也要建设成一个什么大的项目 哈哈哈 嗯 到时候现在大项目你再回来呀 当年呀 这曾经是我小偷生活过的地方呀 对对对对对 长大的嘛 长大的 对是 你是哪个地方 我是那个 那个台阳丽湾小区的 哦哦哦 过来转转 过来转转 看看 哎呀真是 这个应该全部拆完了 都拆完了 对 基本上都搬完了是吧 都全部搬上了 都搬了 一年十一之前 哦 他这边你看那边是小侯家村和你们是相当是一个村一样 也是小善家 也是小善家 北面是小侯家 哦北面是小侯家 哦你们是这两个村是跟你说融在一起了 你们分辨不出来 分辨不出来 分辨不出来 就一条沟 就一条沟 哦 哈哈哈 嗯对 这些好多东西大的物件也搬不走了 什么大水缸啊什么 都没用了 用不上了是吧 都没用了 没用了对 拿回去也没地方放了 拿回去也没地方放了 就是只能留在这了 有需要的人过来捡一捡 也没有土地种了 没土地了啊 在家里全卖的缸都没用了 哦对 我前我看前几个月我在那个小陶家 哎那是工家 对工家我还买了两个缸 就那个水泥做的那个缸 你买它干什么 我这院子里沉点水 啊哈哈 沉点水买两个缸 买两个缸也不错 呃 他过去是放那个什么麦子 放什么 放粮子 放粮子 对放粮子的 他用不着了 我后来我就我就给他一说 就卖给我了 对 嗯 你要的那还有一个 什么东西 这个缸 啊缸我现在不要了 已经要不了了 就没有了 拿不了了 这个车也装不了 对对对对对 好谢谢你啊 介绍我采访啊 啊 看主人走了啊 这个柿子树的树叶呢 已经掉完了 但是果子呢 依然挂在枝头啊 有的都已经红了 没人管理啊 这种景象 到处都是 乱石碎砖瓦的 好 你好 你好 这是你的老宅吗 哦 你的老宅 都拆了 怎么样 这个这个房子老宅 你住了多少年啊 在这里 五十年 住了五十多年了 嗯 舍得吗 搬走 嗯 舍不舍得 怎么呢 多大年纪了你现在 八十六了 哦 都八十六岁了 嗯 到老山里看看来 哈哈哈哈 对 就恋恋不舍啊 是不是 嗯 是恋恋不舍 你看家里的锅 当年在这做饭 做了五十多年的饭 嗯 现在院子 基本上都已经拆的差不多了 变成了裁员断壁了 哈哈哈哈 你这么聊了 听了 啊 啊 这么东西都要了 不要了都啊 都不要了 都不要了 可不可惜啊 可惜 舍不舍得 哎 这些要拿回去 这些要拿回去 也不要了 也不要了 哎呀 肥 你看这里 你看这里 这个老 这都是老桌椅啊 这个也不要了吗 这个桌子 哦 哦 你这钢是个龙钢是吧 你看 哦 这坨不辣的 坨不辣 对 老人家你好 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 嗯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 小鸡草 养猪的草 啊 啊 养 小鸡 小鸡 养鸡的 小猪 小猪 啊 那 这个小鸡啊 啊 这个小鸡啊 啊 啊 是这样子的 嗯 这有多少年了这个 哎呀 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了 还有点沧桑感了 你看这啊 边缘这个地方都不齐了 都已经 有一百多年了 是您家的 是 哦是您家的 嗯 你小的时候就有他 怎么 我老爹就是他 你老爹都是他啊 对 您都八十多岁了 我不是 老爹的话都 现在要在世的话 得一百多岁 我还是 他 我一小鸡 小鸡可以买 啊 上鸡羊去卖去 啊 啊 弄小鸡 哦 小猪 小猪 是小 小猪啊 我今天小鸡了 猪啊 哦这猪 这参猪巢是吧 哦 对对对 小猪的猪巢 哦 哦这样子的 我还 我还以为是个墨盘呢 哈哈哈哈 这位美女 这是您家老宅子吗 哦 您在这儿生活了多少年 我在这儿生活了二十多年 哦 您也都生活了二十多年 哦 在这儿出生的 哦 二十多年我就出去了 就出去了 哈哈哈哈 你说这个地方拆了以后 你们心里怎么什么样的心情 哎呀 当时你们拆前面的时候 哎呀 当时看着村里那个社区群里发的那个视频 哎呀 心里就特别不失滋味 知道吧 是吗 特别不失滋味 特别就是不舍得 说不舍得啊 对对是 不舍得 现在也没办法 这是 是啊 这是应该是政府的这个 嗯 要建那个楼 哦 你们现在住在那边楼了 那个楼倒挺好的是吧 嗯 那个楼真不错 对 那住那个楼还行吗 房子还满意吗 还行 还行啊 多大面积给你们给了 它是根据你的平方 哦 根据你的平方就是说是 你看你想要多大小吧 哦 哦 你们家分了多大的 我们家是给老人要了个85的 85的 几楼啊 老人熟悉好 抓了个5楼 抓了5楼 那可不方便了 你这一楼都方便呀 这是抓了个5楼 爬楼就不方便了 是啊 哦 你们是靠抓救的啊 对对对 好 这就是农村搬迁啊 这个小村将消失了 做楼房了 过去的田园 田园 过去的家园 变成了这样啊 但以后会变得更美好 反正以后会变得更美好 好